臺志光這個案子 是一個有預謀 而且極其惡質 而且是一個共犯結構 上中下的一個圖裡的 現在可以講是弊案 已經現現行 那郝龍斌 他首當其通 他是最主要的罪魁禍首 志光他背景有多嚇勒 他背景有多硬勒 我在105年 104年4月開記者會 馬上我就連續收到 我就連續收到 高玉仁的所有的純正信函 叫我向他道歉說明 而且追殺我 郝龍斌要負首要責任 柯文哲更要負次要責任 那現在的蔣萬安 更應該負起 現在他當台北市市長 應該要負起的善後的責任 柯文哲市長 第二任是做市長看總統 那台志光這個案子 是一個有預謀 而且極其遏制 而且是一個共犯結構 上中下的一個圖裡的 現在可以講是弊案 已經現行了 那好龍斌他手當其通 他是最主要的罪魁禍首 我跟各位報告 在民國一百年 好龍斌他就試圖要讓台北服役變成光牽入府 那就所以就跟台志光有所牽扯 光牽入府 結果光牽入市府 那我這裡有一個內籤 就是從來都沒有曝光過 好龍斌在一百年的九月份 就簽了一個內籤 他們先把光牽道府台志光定調為說是服務台北市民 而且是不賺任何錢 因為裡面的評估 就講得很清楚說 經過團隊評估以後 那他們可以讓台北市民享受至少36萬戶以上 享受到便宜的光牽 那就一年可以讓市民尊敬4億元 那就可以讓台志光能夠來服務我們市民 就定義說他是不賺錢 做公益就對了 所以我們要大開方便之門 我們要先免他的這個管線費用 管線費用是一公尺 一公尺1.2塊 一年要6千萬 現在已經免到5、6億了 同時要保障他的市場 再來要讓他的管線的所有的掛鉤 讓他優先 然後其他的電信業者 都要先什麼旁邊去 王爺來就對了 再主要最主要 他要退出經營權 市府要退出監督 然後讓他是獨立進行的下 獨厚台志光的所有的 可是如果簽了這個內簽 但是台志光並沒有服務台北市民 那這個內簽你看 這是100年10月27號 龍斌 好龍斌簽的 可是他的光鮮並沒有到家戶 那這個內簽就是代表好龍斌始作俑者 獨立台志光的重要證據之一 隨著100年10月27號以後 在101年的1月份 就正式的合約就跟李慶星 李慶黃正式簽台志光 現在看到的合約 所以這個在先 簽約母約在後 這是100年9月 還有100年9月1日以後就跟台志光簽 但是裡面有關 台志光的應該服務的市民的權益 他全部把它刪掉 哪有這樣的 所以在組約裡面 在組約裡面 全部都是傾向台志光的保障合約 就定義說25年把台北市所有光鮮 任何局處的經營權 全部一手讓壟斷給台志光 我從柯文哲上任以後 無論是便當會或是正式質詢 不下大概十幾次 我都公開用不同的點 我就點出來台志光 以及所有這個資訊局不合理的匯率 以及所有包括機房整個建設的不合理 但是說十幾次 我想他有聽進去 但他聽進去的過程當中 他毫無作為 為什麼毫無作為 毫無作為 為什麼呢 因為我跟各位報告 我就下公文給他 我說我在104年就提出來 那你要先把台志光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三價減價 結果他們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後我們又在105年 我又開記者會 我又開記者會的過程當中 我們希望說他能夠 他能夠當成第六弊案 但是那個政風處弄出來給我了 他說沒有不合理也不行 那在108年了 我要繳警察局資訊局來開說明會 以及專案報告 說要把台志光解約 其實台志光在主約裡面不是解約 我們可以合理接管 合理接管 合理接管就是說 因為他除了 因為他在主約裡面 他聲明如果他沒有達到用戶的百分之 百分之二十以上 或是說他有瑕疵的話 我們就可以接管 那當初柯文哲就毫無作為 那我跟各位報告 台志光他背景有多嚇 他背景有多硬 我在105年 104年4月開記者會 馬上我就連續收到 我就連續收到 這個高玉仁的所有的純正信嵐 叫我向他道歉說明 而且追殺我 但我覺得沒有關係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所以朱立倫他要撇清說 台志光以及富華投資 跟他們家族沒有任何關係 這個 他說退股了 這樣子 他獲利了結 當然也退股了 退股要看什麼時間點 所以我雖然開機才會 他就雖然出發給我 把他競爭 叫我倒閉 所以可想而知 這是一個已經預謀好的 大型的這種 所謂的這種弊案 而且25年能夠籠罩在台北市裡面 現在不只影響到市府整個運作跟設計 甚至延燒到我們台北市整個議會裡面 人心惶惶 那這個好龍斌要負首要責任 柯文哲更要負次要責任 那現在的蔣萬安更應該負起 現在他當這個台北市市長應該要負起的善後的責任 蔣萬安跟柯文哲都在迴避問題 他們都在迴避當時好市府為什麼簽這個約 但是這偏偏才是最關鍵的問題 我們去講台北市長他能做的事情很多 首先第一個台北市長 他可以把好龍斌當時簽約的時候 所有的公文 所有的招標的文件 所有的評選的會議記錄 甚至是包括了在簽約的時候 相關的簽程簽上來 一路就是怎麼簽的 全部翻出來 就像剛才市中議員 秀出了一個內部的簽程 那只是這個案子冰山的一角而已 柯文哲有多少時間可以去調這些資料 跟各位報告整整八年 他整整八年的時間 他可以去調這些案件的資料公諸於是 他偏沒有做這件事情 他在最後一天說我寫一個公文 顯示我有罵了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如果做一個議員 八年的時間針對個弊案 我都沒有質詢 卸任前最後天發一篇臉書說 這個案子有問題 怪怪的 那這樣我到底是真的有要追這案子 還是沒有要追這案子 第二個柯文哲當台北市長 講完當台北市長 他們還可以做什麼事 非常關鍵的原因是預算自己編少一點 預算自己編少一點 你知道嗎 為了這筆預算 我當議員的時間 當然沒有市中議員這麼久 可是我當議員的時間 剛進台北市議會 看到第一個 這個案子好奇怪 每一次市府編進來的預算 議會都要吵翻天 尤其是在政黨協商的時候 兩派的議員真的是吵得不可開交 我特別在這邊講說我真的是親眼看到 當時民進黨裡面 王世堅議員跟林市中議員 在政黨協商的會議室裡面 拼命的捍衛市民的荷包 然後跟其他不同的議員 槓上的時候是整個站起來 我問一件事情 柯文哲憑什麼說 這是藍綠聯合在貪污 他非常的清楚 你知道我們議會政黨協商 有個慣例是 市長一定派一個副市長 跟所有的官員坐在那邊參加協商 所以柯文哲回去問問看 當時代表你參加協商的副市長 兩個問題 第二問題 在政黨協商的時候 捍衛市民荷包的是什麼顏色 如果今天柯文哲硬要扯藍綠的話 我跟大家講在議會裡 真的在黨台治光的是綠色的議員 是綠色的議員 第二個柯文哲你再問一下 當初你參加協商的副市長 包括蔣萬安 你也問一下你參加協商副市長 當今天議員在辯論這案子的時候 市府講什麼 市府講什麼 我在政黨協商的會場裡面 我從來沒有聽到柯文哲 或蔣萬安的副市長站起來 或者是他大聲捍衛市府的立場說 我不能夠編這麼多錢 從來沒有 沒有 所以他也乖乖點點嗎 所以你現在你做市長的時候 叫點點 讓議員在那邊幫你勘警市民荷包 你是這預算還是你自己編送進來的 你跟他講很奇怪 他如果暫停說 不可以編那麼多錢 錢誰編的 兩個市長跟你們 我今天講的這個重點就是說 議員是不能增加支出預算 但你今天送來議會的預算 只有四億 議員不能加大五億 所以你這兩位市長 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幫市民勘警荷包 你預算自己編少一點 掐緊 你不要讓這個台志光在後面 有去遊說去運作去上下起手 去要這麼多預算的這樣的空間 對啊 這不是很簡單嗎 所以我講台北市長可以做的事情 真的太多了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柯文哲跟蔣萬安 在這個市議會有議員被搜索之前 都沒有做 柯文哲寫了一個公文說 你們藍綠 聯手榨取國家錢財 我都去 現在我要卸任 我走 下一個市長給我處理 你當市長 不是八天 不是八個月 是八年 對 所以我講 這個案子現在大家不要再互推責任 當過市長 郝龍斌 柯文哲到蔣萬安 每一個都有責任出來交代 第一個 郝龍斌那時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25年長約呢 你為什麼簽這樣的合約 你當初簽的時候 整個的過程 誰參與決策 這要講出來 沒錯 就跟大巨蛋案一樣 後來我們事後去檢閱 不是發現說李肅德在議約的時候 把大巨蛋的權力性 通通砍掉給廠商讓利 我們現在要看了 就是郝龍斌時代 那些所有議約的經過 還有當時柯氏服也好 或是蔣氏服也好 你們為什麼陸陸續續跟台志光 還簽訂了這麼多的紙和約 對不對 你看柯文哲他是2014年底接市長 從2015一直到2022都是他任期內 他從2017年開始簽跟台志光一個紙約 一個紙約 2019變成14個 2020增加到22個 到2021的時候增加到28個 2022他卸任的時候已經增加到29個紙約 那蔣萬安接手市長的時候 還有持續要增加 沒錯 所以今天為什麼我說蔣萬安 講說要解除警察局那一份紙約 都是隔靴搔養 因為你現在有47個紙約 你減了一個 你還有46個 你還有46個 而且你母約裡面 每年保底4億的那個條款 還是在 還是在 對 錢還是召開 你去秀一個說 我解除警察局紙約之後 你同樣啊 當年4月25年不就100億 還是一樣出去還是給這個台志光啊